回民一寺而居 在西安的中古楼下形成了回方 而方的称谓沿用了唐朝城市格局的划分 回方的居民生活起居 商业贸易都在这里 世代几乎不曾离开 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地标商业圈 入夏已经一个多月 正是西安各种凉皮 成为市场头号销量的时节 而在回方 人们喜爱的一种凉皮 是味道更为浓厚的麻将酿皮 但在回方 它也被叫做凉皮 过去饿的父母买两瓶的时候 让瓢让活的让瓢让活的 比较柔软比较劲道 比较让口感比较好 所以叫让瓢 圣志旺 七十二岁 是圣家第二代传人 老爷子用半个多世纪的手工劳作 把圣家酿皮 做成了回方无人不知的民间小吃 我的父亲在已久五二年 当时是调的单子 在卖这个凉皮 我父亲做完以后 到九九年 我都认为 自己家里头这个 省是一个传家报 我要把它传成下来 麻将酿皮 讲究柔软中有一定的咬劲 所以普通的中筋面粉 除了用盐增加面粉的韧性 还要加少许的碱面 粘度很强的面团 不间断少量的加水 手下搅动 同一个方向的搅动 优利于面粉形成广状的面筋 但又不能让筋度过高 所以要依赖眼睛和双手 常年积累下来的感觉 最后的面浆 如这般丝滑 呈现出牛奶的质感 两口大锅 水已经沸腾 熏陶出食物出锅前的热闹 两人配合 默契彰显出父子二人的熟练与专注 紫城副业 家族内传承 也是回方生意人至今的经营模式 但儿子盛刚做了三十多年 还是感叹自己的记忆 不及老父亲 倒是媳妇铁路得了真传 一勺面浆 一张皮子 转匀非常重要 关系到面皮的薄厚 在废水里大火焖一分多钟 快速提起 放入另一口装满凉水的锅里降温 皮子出锅 老爷子对自己手艺的自信 就是毫不吝啬 在外人面前摔下整张酿皮 样皮上桌时呈现出来的 是整齐画衣 粗细均匀 不差毫厘的细条 这是机器的功劳 但手作时代 可就凭老爷子练就的一手 如神柱般的刀工 手眼气息专注的您为一体 通过无数次的试错 才能成就这份 被别人责责称赞的荣耀 晚辈们自探不如 也无需练习 因为他们有更为便捷高效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经常光顾圣家壤皮的老顾客 应该都有一个发现 以前中午稍晚一点去吃皮 圣家已经门店紧闭 销售一空 但从三年前开始 圣家的酿皮 可以卖到晚上十点半 做到中午 到乘诊四家 人都不想整 前多少整不出来 很辛苦 没办法 可后过来烙满眼在意 这帮人可 日后能来的 管你们 没啥吃 凌晨三点钟开始做 九点钟开始卖 那边蒸着 这边卖着 到下午四五点 蒸皮子也就受不了了 不卖了 多少人都是慕名而来 扫兴而归 2015年 圣家酿皮 开始第三代人的发展道路 那把咱以前就卖到五点 味道不能变 烙传统不能变 也是冒着分大的一个 一个缝线去做 整个长达半年到十个月的时间 勾死这一块设备杖去调整 机器生产出来的凉皮 老爷子认可后 开始投放市场 每天川流不息的时刻 是最好的市场反应 圣老爷子终于可以把生意 放在身后 市场的繁华与落寞 自此开始 都是孩子们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永的店就处在石子路口 围着这个石子路口和他经营同样生意的还有其他六七家 每一家在这里都做了十几年的石子模加工和销售 我妈跟在脚边学着弄肉 到现在 头一天临走时已经把第二天要用的面发好 在当下机械化程度很高 添加剂无处不在的食品行业 当地的石子模都打出了叫头捡水发面的招牌 这也是关中地区手工制模做饼的习俗 人们守旧是为了挽留食物本有的自然味道 但食物的手作时代的确在渐行渐远 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看到最为原始的电饼称工艺 早在几千年前就被祖先发明使用 投入成本小 精打细算的经营 朱勇如今也算给自己宰下了一份小产业 全家的生计都依赖于此 对未来没有过多的设想 朱勇只希望在机器代替人工的时代 靠经营这门传统的民间食物 自己还能继续做下去 欢迎们 地面走 地面打了一楼啊 扫几筷子 赶紧交上几圈 一包忘了 再过一股肚子散 这就面对二字 乃走四个拆 这贵的 再来一碗